上年差不多這個時間 做過港式的羊腩煲 今年就做一個英式的羊肉煲 這就是英國北部冬天很常吃的 一個暖胃的菜式 不只是英國的北面 現在去到英國差不多到處都有這個菜式 一齊看看怎麼做 首先需要的東西就是400毫升的羊肉清湯 如果沒有這個就可以用牛肉湯代替 可以的 滾了的時候就可以放兩條的蛇香草 和一條霜頭 還有一塊的蒜頭 中小火, 滾10分鐘左右 讓它收到一半多一點 即是250至300毫升 這個時候就可以準備一下菜式 我們就要一個洋蔥, 切條 一條的紅蘿蔔, 切片 薯仔先去皮 但不要切片 我們先放在鹽水裡浸 時候一到, 我們就會做事了 好, 肉類了 我們有些什麼呢 我們就有400克的羊肩肉 即是它的肩膀位 這些用來炆, 用來燉, 就最好吃的了 那這裡有些什麼呢 就是有些肝, 羊肝 這個好吃 但是這個就是optional的 就是找到就買 不需要一定加下去 醃它們了 羊肉就要少少鹽 還有白胡椒粉 傳統上就用白胡椒粉 但是用黑胡椒粉也沒什麼所謂 兩樣加少少 拌勻它 到乾了, 一茶匙的生粉 再加少少鹽 同一樣拌勻它 好了, 中猛火燒熱了煎鍋 再加少少牛油 再加少少牛油 等它融化之後 就可以加入羊肉 目的是要去上色 每邊四分鐘左右 Chatsheet get banged 好了, 今天說一下足球 很多網友都想我說足球很久 我都知道有很多網友都不喜歡聽我說足球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足球的話 就跳去四分二十秒 今天要專注說一下李斯特城 因為這隊真的是近年英超的奇巴 踢了差不多半季了 他們現在在榜首 領先阿仙奴, 萬成, 萬聯, 利物浦 還有那隊上界那隊冠軍 幸好現在的電話大 你不用滑下去也看到車路士的排名 但是今天說一下李斯特城 兩年前大家都不會知道這隊 這隊球隊有什麼球員 除了蘇米高的兒子 對吧? 今時今日整隊球都熟透了 其實很大功勞的領隊 雲尼亞利和Raniere 因為他們大過很多次級球隊 甚至低級聯賽升班 意大利他大過四五隊球 還有早幾年的摩納哥 即AS Monaco 他是很厲害將雜隊變成厲害的 所以他帶這些次班球 英超次班球 例如李斯特城 帶到這麼厲害當然有些意外 但是有很多功勞是貴於他 至於你說他會不會可以保持 至於季尾也是綁手 我覺得不會 始終那些強隊會上來 如果到季尾他們也是保持 頭六 即是出線到歐霸 甚至乎歐聯 葉鵬輝 你放生 到時候又有另一條溝痕 至於有網友問我 今年英超想誰拿冠軍 在於人道立場 即是我命的立場 我當然想阿仙奴贏 還有我想高普繼續帶禮物譜 因為有他在這裏 英超是好看很多的 這傢伙實在太搞笑了 最後最後 茶仔 麻煩你 留在英館 出港版區 吵你媽媽 煮東西吃 煎完羊肉之後 就可以放在一旁 再加乾 炒一兩分鐘 差不多熟了 就加一茶匙的醬汁 然後快點炒 讓它們上色和味 又是放在一旁 這個時候湯都可以了 先把香料夾走 還有摩連奴剛剛被人炒了 正在錄音 突然被人炒了 好 讓我發封信去見功 15年 足球經驗 好 好了 裝嵌了 現在我們就要加些油 在底部 先把幾塊的薯仔鋪在底部 一半的洋蔥 和一半的紅蘿蔔片 鋪上去 再在上面加少許鹽 和黑胡椒粉 再把乾鋪上去 再在上面鋪上去 其餘的洋蔥和紅蘿蔔片 再在上面濕滿了羊肉 這個就是16cm的鍋 所以剛剛夠放 這份量夠兩至三個人吃 再在上面鋪滿了薯仔片 再把薯仔片 層一層慢慢搭上去 到它鋪滿了 這樣就可以了 最後要倒入300毫升的湯 之後再封住中間的洞 蓋上蓋子 就可以拿去焗了 最近幾集都沒有用過焗爐 我沒有用過它 你最近好嗎? 好像瘦了 預熱至180度 塞進去 慢煮過半小時 過半小時之後 就像這樣 但還沒得住 還有一個步驟要做 就是在上面加多一層牛油 在薯仔上面 然後不用蓋蓋了 放入燒烤5分鐘 讓薯仔變成金黃色 就可以了 一個英國北面的羊肉煲 Lancashire Hot Pot 就是這樣 很暖胃 很舒服 冬天做 絕對不給香港的羊腩煲叉 大家可以試試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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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